我是红太集团总经理孟不凡 当着我的面动我朋友 是谁给你们的勇气 红太集团总经理真是好大的来头 既然你是他朋友 就过来跟他有难同当吧 连我齐伟风的女人都敢摸 是谁给你们的勇气 什么齐 齐伟风 您是齐少 齐少 完了完了 他可是同城的混事魔王啊 不知道孟哥能不能镇住场子 宝贝 那个猥琐男刚刚用哪只手摸的你 我刚从卫生间出来 他就在后面摸了我大腿 我也没看到他用的哪只手 那就算他两只手吧 全都打断 齐少饶了我吧 我真的知道错了 求求您齐少饶了我 十三 咱们走吧 老子都还没发话 你们一个都走不了 齐少 我是红太集团的总经理 怎么 想用你的身份来压老子 可惜红太集团在老子眼里就是个屁 而你在老子眼里更是连屁都算不上 是是 我就是个屁 在齐少面前 我哪有什么身份 看在你这么识趣的份上 我就饶你一只手吧 只断你左手就够了 齐少 不关我的事啊 我跟张天华那个人渣不熟的 我可是红太集团总经理 怎么可能跟那种当众占女人便宜的人渣交往呢 你刚才不是还在叫嚣 他是你的朋友吗 我他妈最讨厌 你这种没有义气的软骨仔 你们的朋友摸了老子的女人 那就把你们留下来补偿老子吧 你们几个男的可以滚蛋了 齐少 认识你我很荣幸呢 以后只要齐少一个电话 我随叫随到 是啊 齐少 我们早就想要结识你了 滚蛋 老子说的不是你们俩 来两位小美女 走 风哥带你们去喝酒 你敢打我 很明显 我敢 你他妈知道老子是谁吗 你竟然敢打我 我管你是谁 冒犯我老婆 天王老子我也照打不误 好 你有种 齐少 他跟我们不是一伙的 我们都不认识他 对 孟哥是跟他老婆谈生意的 我们跟他根本就没什么交情 而且他刚刚还得罪孟哥了 孟哥跟他势不两利 对对 我跟他势不两利 就是齐少不动他 我也不会放过他的 他们是什么来历 他叫乔诗园 是太原成峰集团的董事长 那小子是他的上门女婿 吃软饭的废物一个 闹了半天是个外地佬 还是个软饭男 真以为自己是过江龙吗 狗屁的过江龙 他们就是不知道听高地厚 哼 小子 敢跟齐少动手 你完了 你既然能给人当上门女婿 那应该不会太在眼面 本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 从我胯下钻过去 我就饶你一条狗命 你刚刚说什么 我没有听清楚 从我胯下钻过去 你特么疯了吗 这可是齐少 看在你们几个 还算有眼色的份上 马上给老子滚蛋 谢谢齐少 谢谢齐少 老子让你走了吗 齐少你就放过我吧 我真的知道错了 鬼一边呆着去 一会再收拾你 上给我打 往死里打 出了事我兜着 哼哼 怪不得敢跟老子炸菜 原来手下有高手 但这里是同城 只要老子一句话 随时可以叫来几百人 老子倒要看看 你们能打多少个 我现在就叫人 你们全上一起打 哼 桃子 阿左阿右 你们保护好诗元和诗瑶 我来开路 跟随我冲出去 外地佬 你们不是能打吗 老子今天倒要看看 你们能打多少个 兄弟们 我是齐伟风 这些外地佬 在咱们同城地界上 耀武扬威 不把咱们同城人放在眼里 你们说怎么办 叶大哥 咱们冲出去 我和阿左阿右拦住他们 你带乔小姐他们先走 一起来的 当然要一起走 我从来没有抛弃朋友的习惯 兄弟们 我齐伟风 不会让你们流血又流泪 我再次宣布 但凡是在拼斗中受伤的 我出全部医药费和务工费 不幸丧命的 我给两百万人家费 谁给我砍了那小子 我奖励一千万 砍死那两个光头 我出五百万 那三个女人 活着一个我出八百万 凭什么我们两个这么便宜 才值五百万 太这么欺负人了吧 外地老 你尽管放开手脚打 我倒要看看 你们今天能打多少个 老子帮你记住 一起上 抓住那个姓齐的 兄弟 冷静 咱们有话好说 闭上你的臭嘴 不是什么盈盈狗狗 都有资格跟我称兄道弟的 你看 赶来给我称场子的人 估计已经有两百了 并且还有人在赶过来 就算你伤了我 你觉得你还能从这里走出去吗 姐 咱们怎么办了 放心吧 有你姐夫在 他不会让别人伤害到咱们的 阿弥陀佛 真是情非得已啊 弟子今天恐怕要开杀戒了 还请佛祖见谅 不用紧张 齐少会把咱们安全送出去的 对吧齐少 兄弟们不用管我 给我往死里闹这些外地老 老子不怕死 难道齐少不知道 这个世界上 有的是彼此更可怕的事情吗 王八蛋 邝马尔是我嫂子 她可是天交集团董事长 被人称作红寡妇的邝马尔 你知道吗 你动我 她会把你碎尸万段 你们一个都别想走出同城 邝马尔 这就好办了 睁大你的狗眼看看 这是什么 我嫂子的一号名片 你怎么会有我嫂子的一号名片 因为我救过她的命 你放屁 我嫂子是什么样的人物 你又算什么东西 你能救我嫂子的命 你蒙谁呢 肯定是我嫂子不小心掉落被你捡去了 你知道这张名片的价值 就待在身上装逼对不对 你应该已经仗着这张名片 借着我嫂子的名望 得到不少好处了吧 可惜你今天遇到我 你的逼注定装不下去 我可是我嫂子最信任的人 她往来的大人我都认识 迄今为止 还没人有资格得到一号名片 她更不可能给你 哼 不掉棺材不落泪 那我就让你死心 你好 妹姐 是我 叶弟弟 怎么想寄给姐姐打电话了 我怕你们家那口子生气吗 我跟诗园在凤林阁吃饭 你来同城都不通知姐姐 这么没把姐姐放在眼里 我也是刚到 陪诗园谈一笔生意 本来想着等事情结束再去拜访妹姐的 不管你找什么理由 同城可是姐姐的大本营 你来了不联系姐姐 就是你的不对 我承认 是我不对 我道歉 这个态度还差不多 对了 你是不是遇到麻烦了 果然什么都瞒不过妹姐 有一位嚣张的奇少说 你是她嫂子 她不但要把我妻子和妻妹留下陪她 更是一个电话 叫来几百人 对我喊打喊杀 我打这个电话 就是想问问 她到底是不是妹姐的人 假如不是 我就一掌毙掉她了 难道是奇尾峰吗 叶弟弟难道没把一号名片给她看吗 我听说她认识妹姐 当时就拿出来给她看了 可是她却说我这种小人物 不可能认识你 更不可能有你的一号名片 非要说我的名片是捡来的 哼 你让那个该死的混蛋接电话 奇少 你嫂子让你接电话 嫂 嫂子 我真不知道她跟你认识 她没有给你看一号名片 还是你不认识我的一号名片 你不能打电话跟我确认吗 奇尾峰 叶先生是我的救命恩人 也是我最好的朋友 他生气我就生气 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假如没让叶先生高兴 你也就没有必要活在这个世上了 请问奇少 我们可以走了吗 当然 叶先生 对不起 求求您原谅我 奇少动辄就可以出几千万要我们的脑袋 看来有钱的很吧 天飞之前 一个亿现金送到我面前 我就考虑饶了你 我们走 都听到了没有 所有人马上去给我找现金 速度要快 奇少 人家已经到同城了呢 开车真的好累啊 我现在有大事要办 你先去云钢大酒店住下 我办完了事就去找你